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白宫发表讲话 谴责日前发生的两起严重枪击案 并呼吁国会两党合作 加强对枪支拥有者的背景审查 特朗普说这两起枪击案 是野蛮的屠杀和反人类罪行 美国必须一致谴责种族主义 偏见和白人至上主义 必须击败这些邪恶的意识 仇恨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 这两起枪击案的嫌疑人 均为20多岁的白人男性 据警方调查 德州埃尔帕索枪击案枪手 曾在网络上发表反移民言论 特朗普把两起案件定性为国内恐怖主义 并称已要求美国联邦调查局 对仇恨犯罪和国内恐怖主义进行调查 以阻止更多袭击发生 特朗普说他已指示美国司法部 对这类罪犯寻求死刑判决 这已不是特朗普第一次表态 要加强拥枪背景审查 他在今年2月 佛罗里达帕克兰校园枪击案 一周年之际 也曾有过类似承诺 在十多分钟的讲话中 特朗普并未提及更多控枪的具体举措 而是强调 互联网 社交媒体和电子游戏 助长了美国的仇恨和暴力 他说是精神疾病和仇恨扣动了扳机 而不是枪支 美国舆论普遍认为 当天的讲话表明 特朗普在控枪问题上 并无太多动力 华盛顿邮报称 特朗普把讲话重点放在了打击精神疾病 而不是新的控枪措施上 这也暗示白宫不会支持 民主党此前推动的大规模控枪法案 今年2月 民主党曾在众议院通过一项严格的控枪法案 要求对所有枪支销售和交易者 实行最多10天的背景审查 但该法案被共和党占据多数的参议院搁置 民主党人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 如果特朗普有意加强拥枪背景审查 就应该要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 把上述法案提交表决 据美联社3月份的一项调查 有67%的美国人支持更严格的控枪立法 22%的人认为应该维持现状 报道指出 尽管大规模枪击案时有发生 但事实证明 想让分裂的国会通过实质性的控枪立法 几乎没有可能